你若成功了 在这个世界当中 你若成功了 你吃青菜 人家叫你养生 你如果失败了 你吃青菜 人家叫你寒酸 现代男人喜欢女人的美丽漂亮 而女人喜欢男人的甜言蜜语 所以女人学会了化妆 男人学会了撒谎啊 生活中的假话 如同台词 常常了背熟了就说 真话像咳嗽一样 很多的时候 是在你控制不住的时候 你才能听到他说的真话 当你放下面子谦虚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懂事了 你接近了成功 当你用钱在赚回面子的时候 说明你在五欲六成当中 当你用面子可以帮人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是个圣人了 当你还停留在小餐馆里 喝酒吹牛 啥也不懂的时候 天天讲面子 说明你这辈子也就如此了 生活总是嘲笑我们太年轻 可是青春一去不复返 人其实很傻 经常犯错 但要想一想世界这么大 最傻的最吃亏的还没轮到你呢 别放在心上 好好地学佛 下次不犯救世了 新年到了 我们要忘记去年迎来新年的曙光 如果一个人耳根太轻 只能让你的心变得更加的沉重 亲眼看到的那未必是真的 何况只是听说 所以不要太斤斤计较 很多人在家庭当中 跟亲戚朋友交谈交往当中 感情很好 但是台长告诉你们 感情再坚固 折腾多了 也会出现裂缝 天太亮 如果不珍惜 白天也许就是你的黑夜啊